hello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,来观战一把铁桑的前锋,打皮皮的邦邦,皮皮这边搬掉了一个佣兵,插眼邦邦,插眼邦邦,呃,打这套阵容,有点修的有点快了,先知有祭司这边的话,看这个炸弹了,先5秒炸弹,封路啊, 这边一个洞,穿走,跟洞,往外走,需要先知的鸟保一手,然后进一月,再打一个洞,哎呦,这两个洞打得非常的舒服啊,没有回升下一个板,因为可能估计到这边是有带一个狩猎本能的,因为你带个狩猎本能,我这块板子下了晕的时间,其实还没有拉开的一个收益大,封住位置的话,这个祭司可能没了,就算你牵制的时间久没还是要没的, 但是你如果说能进医院的话呢,那这个可能就有了,再一个5秒炸弹,卡住位置,好,这边等2秒钟以后补一个炸弹,哎,补上漂亮,我需要帮助,快来,没来上 先知的鸟看是看了,但是没给上,前锋看一下,过去卡着,前锋还被偷击到了,那这把看小铁的表演了,我觉得这把小铁的舞台很小啊,有先知的鸟,但是被通击到的话,帮帮这边可以顶出来,稍微顶在一个中间点啊,这个位置直接挨片一手嘛,拉球遥控炸弹躲掉,nice 嗯,套鸟就想卡半,有点难,有点难,这个血线,卡死吧,撞一波,我去,过半了,鸟套上,救下来,祭司挂飞,没有能卡住半,没有能卡住半,这个撞,也不好撞, 棒棒,这边皮皮的纪律性,肯定不可能说给到小铁一波撞下来,祭司打洞走的一个机会的 再打一刀,开二阶,然后这边楼梯口等着,皮皮这边的话,可以选择换一个地方啊,这边视野一直在看,看红光,通过红光的一个位置来判断 反护蓝,好,这边把人放下来,一颗炸弹,虽然说炸,难道还要来吗,难道还要来吗,纪律性,撞 铁杀,这是真地勇啊,这你也敢装,皮皮的纪律性很好的,不太会给到前锋这种就是,一个挂飞的人我,你一个单前锋我还能让你撞下来的 就都有防治的,当求生者,当监管者这边有预防的话,其实一个前锋想要撞邦邦的人是很难很难的 嗯,不过还行吧,我觉得还能打一打,为什么呢,因为有一个机械师在,这局有机械师在的话,电击修的还是比较快的 呃,这边如果说能够卡半把前锋救下来,前锋拉走,这台电击解放出来的话,我觉得还有,还有可打性 这里是拉娃娃过来修这台,甚至修完以后,这娃娃还能点门呢,机械师要过去 这个先知,就,不,下来,哦,就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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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还行 但是这边追先知,哎,就守这台遗产机,然后再追前锋,铁桑,铁桑,走不了,走不了,没了 铁桑这把太勇了 我们看一下,机械师手上面有没有搏命 呃,这里电击不够,主要电击不够,电击不够,机械师这边如果有搏命嘛,好像也不太行 哎,牵起来,有搏命,前锋拉走,你电击修开,就PV这边很简单,我就死守这台电击就好了 对吧,那只能是这两个人,因为现在换了一个挂嘛,其实穷者还有一些些可能,前锋这边点电击 然后见识找机会救,你管哪边 炸弹补,好了,没打中,没打中,见识拉开 要救,要救,要救,卡门救下来了,救下来,见识倒地,还行,还行,还行 见识往二线天门,前锋这边的电击,哇,这电击差的有点多啊 是吧 没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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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 铁桑现在化身为勇哥了,真地勇 应该是4抓了,应该是4抓了,呃,最后一波机会了 但是这个机会非常的渺茫,因为皮皮的思路很清晰的 他不会说给你,就是他可以通过电击的一个声音来判断 有没有到那个快要亮的一个情况 然后守住电击就可以了,完成了一个4抓 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